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关于地表型建筑 总的来说,各个地区都有各个地区的骄傲 而这类建筑一般都会成为当地媒体的聚焦场所 所以不论是造型还是含义上,都要求建议求经 就比如说苏州的秋库大楼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呀 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至少给小伙伴们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 从结果来看还是很不错的 而前段时间广西有一座地标型建筑路程 但是网友们的评价嘛,小伙伴们还是自行感受一下吧 这座大楼赤字20亿,不过建造却仅仅花了两年时间 可以看出这个地标型建筑主要由三座相连的大楼组成 自上而下整体的流线形设计,非常的具有现代艺术气息 高一军工就成了南宁式的地标建筑 这就是广西新媒体大厦 大楼整体就给人一种厚重又不乏科技创新的 好吧,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设计师在哪里? 你确定不对广大广西人民说点啥? 这座造型相当内涵的建筑 一进攻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想必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关注点在哪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 是在最高楼楼顶上放烟花的场景 简直不要太魔性好吗? 当然设计师的初衷是想展现梯田那种盘绕而上的艺术形态 估计他本人也没想到 为什么那么具有艺术美感的梯田 被他的脑子一过滤就成了这副让人浮想连篇的模样 难道是小编跟不上时代了吗?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